一个想出名的乡下姑娘 靠着直播自己抢劫全过程 拥有了数百万的粉丝 今天的这部电影叫做《恶名》 这个打扮时尚的乡下姑娘叫做小丽 她一直想成为一个明星 想感受每天被粉丝簇拥 追着要合照签名的日子 看着别的网红随便发几张照片 就能有上百万的点赞评论 小丽羡慕得不得了 但是她生活的这个地方实在太小 今天自己在派对里和别人打了一架 明天整个小镇的人就都知道了 不过这事让小丽有了147个粉丝 兴高采烈的她在路上遇到了小迪 小迪的母亲去世了 因为之前抢劫坐牢 在假示期的她被迫搬来和素不相识的父亲居住 两人第二次见面就确定了关系 而且聊着聊着就决定要一起出去闯荡 这天小丽回家发现 自己攒的所有钱都被母亲拿走了 两人因此争吵了起来 旁边那个男人还对她大打出手 这让小丽一下子失望透顶 拿了几件衣服就离开了这个家去投奔小迪 刚进小迪家就发现 她和父亲扭打在一起 小迪一拳把父亲打到了楼底 没想到父亲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事情已经发生 两人也没打算报警自首 反正要离开这里 择日不如撞日 在路上身无分文的两人决定先去搞点钱 不然连跑路的油钱都没有 他们找了一家便利店 小迪带头持枪冲了进去 在后面的小丽也不闲着 拿着手机录起了视频 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很顺利的结束了 拿着厚厚一打战利品的小丽 在车上疯狂自拍 第二天一早 小丽把自己上传视频的事告诉了小迪 还说自己长了3000个粉丝 小迪心想 自己怎么找了这么个憨憨当女朋友 哪有人抢劫犯案还敢发视频的 这不是担心警察找不到自己吗 小丽说 没事 咱们蒙了面 我还改了IP 警察肯定找不到的 雌雄大盗直播抢劫 自己这下真的能出名了 小迪也是个宠妻狂魔 没有再说什么 没过多久 两人就干起了第二票生意 而且小迪还拿着手机帮忙拍视频 这次两人抢了满满一麻袋的钱 成就感飙升的两人 开始了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粉丝量也升到了35万 98万 340万 还没开心多久 两人发现 自己已经上了电视 长什么样子 看得是一清二楚 小迪这是慌了神 带着小丽连夜赶路逃跑 可还没走多久 后面就跟来一辆警车 淡定的小迪把车停了下来 警察要走了驾照 准备回车里查信息 小丽一想 这可不行 她一查不就都暴露了吗 立马下车 想要拿回驾照 警察觉得不对劲 立马掏出了枪 但是被小丽先发制人 打倒在地 小迪懵了 彻底懵了 自己这个憨憨女朋友 怎么越玩越大 没办法 只好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头 可就这短短的几天没有更新视频 粉丝量那是直线下降 找了急的小丽不听劝告 一个人去便利店打劫了 果不其然 一个女孩子家家 就是镇不住场子 小丽刚干掉一个进门的顾客 就被一拳雷倒 还被店主用枪打伤了肩膀 吓得她扭头就跑 回到藏身地的她 告诉了小迪刚发生的事情 两人又是收拾东西 连夜跑路 而且走得太着急 连钱袋子也没拿 天刚亮没多久 警察就追了上来 小丽娴熟地拿起M4A1 就是一顿突突突 拜托追捕后 小迪开始帮小丽清理伤口 没钱又没地方去的他们 决定去找小迪 在监狱里认识的凯歌 为了不被警察发现 他们扔下了自己的车 在路上拦下了胖姐的车 这胖姐也不是被枪指着 认了怂才停下来的 她正好是小丽的忠实粉丝 带着小丽回家吃饭休息 还把她送到了目的地 临走的时候 胖姐还有点舍不得她俩 想跟着他们一起去浪迹天涯 小丽也是心疼自己的粉丝 不想把胖姐也卷进来 拍了张合照后便分道扬镳 刚找到凯歌还没聊两句 他们就决定干票大的 一起去抢劫银行 小丽虽然不同意 但还是由着小丽来 谁让她是宠妻狂魔呢 来到银行的小丽 打开了直播 把抢银行的全过程 第一时间发到了网上 果然这直播间的人数 那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警察没过两分钟 就赶来了现场 凯歌一想 不对啊 这支援速度也太快了吧 随即发现小丽开了直播 手机一甩 几个人闹起了内讧 又是一阵突突突 几个人打得不可开交 不一会儿就没了动静 躲在墙后的小丽发现 自己的小笛也倒在了地上 刚跑过去查看伤势 小笛就一命呜呼了 这下都结束了 这次的抢劫直播 让小丽彻底火了 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名气 但是却失去了 更重要的东西 走出银行的那一刻 在外面迎接她的 不是嘘声和谩骂 而是一群举着手机 热情迎接自己的粉丝 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感受到了被粉丝簇拥的感觉 刚才发生的不愉快 瞬间又被她抛之脑后了 都说人这一辈子 总要为了什么事疯狂一次 这点她是做到了 但是代价相当沉重 希望现在报纸手机 看虎江视频的各位 动手点点关注就行了 可千万不能被名利冲昏了头脑